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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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應該是首先要跟各位這個接1995的同仁 1999 1995是台北 1999 你們是1999 我想要跟這些同仁要跟你們敬佩 因為我覺得這個接電話本身是 要從電話裡面的聲音 還有它的內容 要去判斷一些事情其實不太容易 何況我想那個夜深人靜 尤其大夜班 夜深人靜的時候其實有些人 難免會碰到一些意圖不軌的人打電話進來 所以這個是 要怎麼說心臟都要這麼強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不容易的一個工作 那今天其實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大概比較是屬於 因為既然大家有在接1999 那其實是上搭就是會接觸非常多的民眾 還有有幾位是在我們一樓市府的志工就是服務台 這個也是很多人來人往的地方很多會去接觸人 那我想各位是非常非常重要是我們認為可以把各位當作自殺防治守門人 自殺防治守門人本身它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必須每天的日常的生活當中就是接觸很多人的人 這個把各位訓練成自殺防治守門人才有用 如果我把一個這個御宅族每天躲在家裡的訓練也沒什麼用處 對他不跟人家接觸 所以他也沒辦法守誰 守自己就夠了不肯去守別人 所以我想這個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個內容 那中因為我們主辦單位非常細心 就是一支希望說可以有一個食物上面的收穫 所以我中間因為我們時間蠻長的兩個鐘頭 我中間有一小段會讓你們做一點演練 就是實際演練可能那個印象比較深刻 全部聽我講可能有點隔一層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先開始今天 那我所以我就用真愛生命守門人 然後我們守門人有一問二印三轉介這樣的一個口訣 也就是說我們的做法 我們要守門的話可能要透過這個一二三的步驟來守門 好 那我把這個就把它當作主題 是這個 好 那我會循著這樣的一個內容 先介紹一下自殺防治策略 然後自殺防治中心的簡介 然後接著會進入到自殺的成因警訊 然後怎麼評估高危險群 然後跟各位介紹一個工具 知道了這個工具 我們就可以做守門人一二三就一問二印三轉介 好 那各位必須要了解的就是說 全世界每一個每一秒鐘 每40秒鐘大概就會有一個人因為自殺而身亡 所以一年就是高達80萬的人是因為自殺而身亡 然後我們自殺的死亡是用這樣的一個表示 就是這邊有一個十萬每萬人口死亡的人數 就是我們比如說我們新北市如果 我們新北市多少人口數了 三百就是八百 三百 快四百了 四百 就是說我們四百萬如果當分母 那我們自殺的死亡人數當分子 然後下面變成每萬人口 多少人死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顏色 就是越深的就代表他每萬人口死亡是大於16 然後接著橘色 黃色 淡黃色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全世界最高的自殺死亡比例 是這個南美洲 南美洲北部 然後我們的俄羅斯 俄羅斯 還有我們的非洲的幾個國家 這是顏色最高的 那台灣在哪裡呢 台灣在這邊小小的 他大概是在十二左右 這個部分黃 長就是在黃局中間擺盪 好 那必須讓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我們要講這個主題 還是要稍微知道一下整體的情況是如何 那就是這個是從民國93年 我站這邊 會不會遮住你們 不會 就是93年開始 83年開始 對不起 83年開始 一直到106年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23年的時間裡面 大概在中間吧 17、18 這個中間最高點是在民國95年 那一個是標準死亡率 一個是初死亡率 我們可以看到最高峰就是民國95年 那我們的國家有了全國性的自殺防治策略的時間 大概是在94年的年底到95年 到94年到95年左右 這樣黃會遮 我把他拉開 黃會遮住 那老師我先放後面好了 好 好 沒問題 所以呢 因為我們有了一個國家的一個整體的自殺防治策略 所以我們看到從94、95年開始有 那95年到最高峰 然後就慢慢往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 它從10 初死亡率從19.3一直往下降 可是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不得不有點小心 就是往前的4年開始往上揚 也就是說 最近這個4年前 等於是4年前大概是從95年以來最低的時候 可是之後又往上揚上來 不管標準死亡率或是初死亡率往上揚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是 我們不得不要注意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這些自殺防治策略的介入 到底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能隨著時間久了之後 沒有做的徹底落實 或者是說 外來的一些因素 比如說 經濟的蕭條 失業率的上升 民眾的教育 社會的治安 家庭的功能 等等太多太多的因素 可能也會造成外在 讓人們覺得活不下去的原因 那這個都是我們需要再仔細去了解 去努力的地方 好 那 所有的自殺防治策略 包括我們台灣的自殺防治策略 這種策略其實是全世界性的 大概這三個名詞 全面性 universal 選擇性 selective 指標性 indicated 這些策略其實是在先進國家大概都是這三個 不管是美 英 澳 北歐各國都是這樣的一個策略 只是不同的是在於 在這個三大策略之下的行動方案 或者是行動計畫 或許在每個國家有所不同 那 我稍微讓大家有一點概念 知道一下這三個策略內容是什麼 好 第一個全面性 所謂的全面性它有個目標 就是它是要心理健康促進 還有一些特殊的防治 從什麼地方開始 就是媒體 我們要去導正媒體 也就是說 目前我們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的同仁 每個人都要輪流每天要檢視所有媒體報導有關自殺的訊息 它是不是有符合我們WHO所規定的 它有規定一個六部六藥 各位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就好了 有六種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比如說不能登在報紙的頭條 然後不能登自殺的那個影片畫面等等 那也有要求六個 就是說比如說自殺是多重因素 不要報導去歸因一個 比如說我們記得之前 有人大家還記不記得 林意涵這個女孩子大有印象 她自殺的時候家裡人把很多媒體的人歸因說 她怎麼家庭教育 父母怎麼樣 這都不對 就是自殺是多重因素 不可以在報導上歸因到某一個 你歸因某一個 你是不是逼你指責的那個人 她接著就有可能跟著去 所以導正媒體是我們持續在努力 那我們比較希望未來我們會對網路上面的新聞 或是社群網站上面的新聞 我們也可以有介入的一個機會 因為現在看起來這個網路方面或社群網站的新聞是比較亂一點 因為人人都變成播報員 對不對 我今天我只要用我的Facebook什麼樣 我就像媒體一樣 所以這個是很難控制 再來一個我們要有在做的就是自殺 減少致命性高的自殺方法 哪一些叫自命性高的自殺方法 比如說上吊 比如說跳樓 比如說溺水 跳水 比如說燒炭 比如說使用很強烈的農藥 最強烈農藥就是巴拉藝 那前一陣子大家都有注意媒體在講燒炭的事情 其實是這樣子啦 因為自殺的原因很多重 那在全面性策略假如真的真的太多人用燒炭的方式 那或許我們有一種方式 因為有些人他是一時衝動起來 那如果讓他沒有辦法在短時間衝動起來的時候 沒辦法讓他短時間取得那個致命性很高的一個物品或方式 比如巴拉藝也好 比如說木炭也好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那這個有一些阻礙 打一些煞車讓他沒有機會 那其實他因為找不到過程當中 他那個衝動有時候就會稍微冷卻下來 那當然對那個似死如歸的自殺企圖者 或許不見得完全可以解決 可是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比如說正好把他阻止下來了 然後因為這樣在木炭上面 如果我們又寫 請你打電話給1999 就是說我們不但造成他的困難 而且我們在他要取得木炭的地方 有給他介入一些諮詢 目前比較多寫的是 0800 788 995 那個是免付會全國性的 可是我想如果新北市的賣木炭的廠商 如果我們在上面這樣給他寫就會打給各位 那他就得有機會得到一個支援 支持他的力量 或許他有一個轉折的一個機會 那像巴 目前有些縣市呢 就是說他在賣木炭的一個大賣場 或者是說在賣這個巴拉藝的農藥部分 他是不放在架子上 他是特別鎖起來 這個國外有人這樣做 那這樣也是自殺全面性策略介入的方法之一 其實有很多很多種方法去介入 因為他是多重因素 好 那接下來這一些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我比較不多說 比如說去除精神病污名化 因為如果一個自殺者或一個有精神疾病者 他又合併自殺或許他常常會被人家污名 所以造成他覺得走投無路 處處碰壁被人家排斥 那這樣或許他就有可能 這個部分的污名化有可能會造成他活不下去 那再來就是更積極一面 我們不但是要自殺防治 還要促進一些健康 這個都是我們從自殺者的比較遠的一個原因 比如說在他整個社會大眾的社群裡面 他可能比較沒有得到關懷支持的力量 那這個就是我們比較需要去做相關的這一些東西 那當然因為監測自殺相關資訊 來當做我們策略的一個重要的 明定策略重要參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接著我們就是看選擇性策略 什麼叫選擇性策略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讓台灣兩千兩百萬 大概不可能啦小孩子有點困難 如果讓大多數的民眾呢 他是變成守門人 而且讓他們瞭解 什麼樣的人是自殺高危險群 那這一個網絡一散開 就是一個守門人的網絡一散開 而且他不管是在中央 在地方在鄰里都有這樣的網絡的人 去做守門人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可以早一點發掘 自殺高危險群 然後再來給他做進一步的這個處理 那這樣的東西叫做選擇性 也就是說選擇什麼 選擇特定族群 什麼樣的特定族群就是高危險群 那我們有時候也會根據統計的資料 比如說台灣地區高年65歲以上老年人 他是一向在各年齡層 如果我們有用5歲也好10歲的間距來看的話 老年人總是自殺死亡率最高的一群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是老年人我們要注意 那接著我們就說我們要注意老年人什麼 我們去了解自殺者通常他都是比較身體不健康 身體不健康就會引起心理不健康 也就是說身體有病痛 有一些慢性病啊 而且或者是長期不會好或癌症等等 這些疾病的人有些時候他在疾病適應上不是那麼好 加上他體力可能也沒那麼好 所以呢接著他可能會有憂鬱焦慮等等的情緒 這些情緒到最後就是會導致他如果沒有一個比較開朗 或沒有建立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態度 就是可能會變成自殺的高危險群 這個大概就是說我們可以這樣去了解一個高危險群 如果我們可以去守住這樣的高危險群 那早期發現早期給他協助 那這個就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全台灣大概是我們針對 如果你每日的生活裡面可以接觸很多人 比如醫院的醫療團隊的人 比如說我們市政府的所有的公務機關的人 不管是從民政、社政到什麼副政等等 這都很容易接觸很多人 還有當然就是各位在服務台當中的志工的人 裡面也會接觸很多人 因為你們在這個地方做志工 那當然各位很重要的1999 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覺得是可以來做守門人 然後我們在這個守門人的訓練裡面 我們推出了一個叫做心情溫度計 這是一個工具可以幫助你來辨識你服務的對象 你面對的這個人他是不是高危險群 好 這是另外一個參考 我剛剛講的是年紀大那個是從我們統計的數據裡面去了解 可是不是代表每一個老年人他都會自殺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還要進一步有一個工具去辨識 那這個就大概是心情溫度計的部分 好 來 不好意思 我可能就按到 好 接著 接著我們可能要講的是指標性策略 那 奇怪 指標性策略的部分我先說一下等一下讓阿修 指標性策略就是說 我們在民國94年95年開始 在全台灣我們先選擇了四個縣市 96年擴大到八個縣市 然後之後到大約是97 98年 就是全台灣所有的縣市 都有所謂的自殺關懷仿視計劃 那這個自殺關懷仿視計劃 裡面呢就是每一個縣市 會依據他的人口數 還有之前的自殺的一個死亡率 還有在根據那個縣市的輔原的 遼闊的一個程度 我們就決定 大概需要多少位的自殺關懷仿視員 好 那這些自殺關懷仿視員 大概都是隸屬在我們衛生局 各縣市的衛生局之下 然後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是接受經過有自殺行為通報系統 通報上去之後這樣的個案 他們去做關懷仿視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去做這樣的關懷仿視的時候 奇怪 為什麼 他重新啟動 好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第一個 這樣的一個服務這麼多年下來 也就是說他們的服務是需要經過通報 有自殺行為發生的個案 那我現在就回頭問一下 我們1999的同仁 你們知道可以通報嗎 如果你接到電話 那個個案 他已經有發生行為 或正在發生行為 有碰過嗎 你們知道可不可以通報 有通報過 有啊 有齁 好 所以呢就是說包含這個服務的專線的人 還有就是我們公部門的所有人 其實都可以通報 那我的瞭解是醫院他是直接可以上網通報的 那這個是全台灣是同一個資訊系統 然後呢 警銷常常在協助嘛 他們其實也可以通報 不過我知道他們通常是不直接上網 他們可能把紙本給衛生局 讓衛生局上網去通報 大概類似這樣 所以呢 這個通報的一個過程就是會變成 每一個 我們之後就各衛生局的承辦就會讓這個 我們關懷訪視員直接去訪視 去訪視那樣的一個個案 那當然有時候很不幸去關懷訪視的時候 其實那個個案通報的時候 他就已經自殺身亡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是會去關懷他的家屬 他的遺囑 我們知道說一個自殺身亡的人 他的遺囑其實有些時候有時候是配偶 有時候是父母 有時候當然是子女都是陷在一個自殺高遠危險的一個狀態 當然不見得每個人都會這樣 可是這是常常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 所以可能要特別去注意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所謂的指標性的一個服務 那我必須跟大家講 這一個關懷訪視計畫其實在全世界 大概我還沒聽說過哪個國家要這樣做法 這個指標性策略 第一個就是通報有時候有些人會認為說 他又沒出案法律 為什麼要通報他 就像家暴 家害人 我們可以通報他 因為我們為了要拯救那個受害者 可是那個是有家暴法 可是目前的話就是這個自殺者 其實只有精神病的病人 嚴重病人 他如果合併自殺的行為 這個在精神衛生法裡面是有依據的 是要給他通報嚴重病人 而且為了他自殺的行為要有所 就是要有所處理 有所幫忙 那除了這個以外 大概就是其他的一個自殺者 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那這個就是指標性策略 那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目前大概是有這個三大策略 那在執行 那看起來的話就是我們的指標性策略 其實我們有稍微追蹤一下 看起來他的成效還不錯 也就是說我們蒐集了大概有五、六年的一個資料 發掘我們台灣的一個 如果說他這個人自殺者 他有被關懷到 他沒有身亡 他只有企圖之後沒有身亡的話 我們去給他做關懷仿視 有關懷跟沒有獲得通報關懷的 我們做一個比較 發覺有被關懷的 他的再自殺率可以下降百分之五十 然後再自殺 有人會再自殺之後身亡 再自殺死亡的話 可以下降到大概三十六點五Percent 怎麼 所以我們這樣看起來 這個策略是有成效的 那大概我現在就跟大家介紹完 這個自殺防治策略 大概全世界性的 跟在台灣的幾個做法 大家有個概念 那接著就是我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是怎麼產生的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在民國88年台灣地區有921地震之後 其實那個時候在台灣的南投跟台中 其實是有成立專屬的災後心理衛生中心 那其他的縣市因為比較不是重災區 大概有一些災民受創的大概就由衛生局 那這一段時間就是台灣就是如火如荼的各衛生局陸續 在921之後陸續成立心理衛生中心 大概延到94年大概都陸續成立了 所以其他縣市就是這樣 那時候的有一個經驗就是 地震之後發掘其實比較多的服務的一個內容 都是民眾的自殺 因為大家剛剛有看到94、95那個飆高的很厲害 那當然這個也不能完全說絕對跟地震有關 可能地震之後的生活環境比較多從後來的一些因素 或是工作的改變、居住環境的改變 這些都是原因 那因為那樣的一個經驗發覺說 好像這個東西也不能只有在災後去做 因為當初那個心理衛生中心或各縣市的是 災後有一個特別的這個預算去執行 可是後來我們發覺說 自殺問題既然在那個災後88、89 一直到94年都有陸續在做 那好像有必要有一個國家級的這個自殺防治 的一個策略來處理我們全台灣的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有一個需要成立這樣 那所以那個時候就是由當時還叫衛生署 所以那時候衛生署就是用一個計畫案 那當時是台灣憂鬱症學會 因為那時候台灣自殺防治學會還沒有成立 是由台灣都憂鬱症學會來承辦 那承辦之後過了幾年之後就改成自殺防治學會來承辦 所以我跟各位剛才我們有 長官有提到說 我是在自殺防治學會擔任常務理事 我們的理事長他就是同時就是擔任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的主任 那我們幾個常務理事就是在裡面 在自殺防治中心裡面承擔一些相關的業務 大概是這樣來協助全台灣各衛生局來推動那個三大策略 那希望現在已經推到就是說各縣市都會有一些在地化的策略來做這樣子 好 我們的電腦出不來是 更新啦 啊 老天啊 好 還是 我有用嗎 我用我的隨身碟 一樣 一樣 因為他是電腦 整個電腦重新更新 好 沒關係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繼續講啦 有就出來 沒有就繼續講 我還記得 接下來就是說我們要講那個 可能沒有那個圖比較不好講 就是接著我們來講自殺 自殺其實是這樣講啦 就是說他有幾個因素會造成一個人自殺 第一個因素就是屬於這個個人 個人本身的一個因素 我們自己個人本身一個因素 個人因素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家庭的因素 照出來 另外一個部分是家庭的因素 好 那個人的因素裡面我們會考慮一個人 他的從小到大的一個成長背景 也就是說我們常說這個人生命夠醒 就他從小到他的成年他會養成一個人格特質 這是一個 那人格特質裡面其實我們 我用一個台灣話常常講的論 有的人生命很潤 潤性的潤 這些人就像那個橡皮筋一樣 扯不斷 可是有些人很脆 隨便什麼樣的一個力量進來 一拉就斷 所以我們在講一個很重要的是人格特質裡面 如果他的潤性越強 潤性大家知道哪個字 這個也有英文的 這個也有很多論文在研究 潤性越強的人 可能他就是比較不會 比較會面對挑戰 那脆弱性比較強 強的人可能他就是碰到困難的時候 他比較會採取逃避的方式 自殺也是一種逃避 只是死 對我們來講死好像很可怕 可是對自殺的人他可能覺得活在世界上更讓他痛苦 所以他比較脆弱沒有辦法去承擔 所以比較容易有這種情況 那當然有些人在他成長過程有些病 比如說有精神疾病 或者是有藥物濫用 酒精濫用 這些其實都是自殺的高危險因子 我剛剛講的脆弱性 藥酒飲 還有就是精神疾病 那當然在隨著歲月的成長 如果一個人到了中年老年 身體健康狀況不好 其實身體健康也會造成一個人 可能會引發 比較沒有辦法去應付外面的一個原因 那再來一個就是他的家庭關係 家庭關係比較好的人 而且家庭關係的好 是可以當作家庭可以當作一個支持的力量 還有我們的社會整體 邻里之間如果有個支持的力量 那其實這個就是變成一個保護因子 所以我們通常對一個人 我們會去評估 到底他有哪一些對自殺來講是危險的因子 那哪一些是保護因子 那當這個危險因子遠遠超過保護因子的時候 就代表他的自殺的危險性會比較高 那如果保護因子可以超過危險因子 或許我們就把他保護下來 這是很重要 好 那一個人在生活當中 就算他帶著這些保護因子跟危險因子在生活 可是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 可能還可以繼續走下去他的人生之路 可是萬一如果來了一個比較重大的 比如說 隨便說好了 比如說來了一個工作不順利 然後被file 就是說被解雇 那對這個人來他可能突然之間他也沒辦法 既然在這個工作被解雇 他也沒有辦法再找到新的工作 這個情況之下可能慢慢慢慢 這個壓力就來了 這個壓力來的時候 可能就會是變成一個保護因子 跟危險因子之間的一個抗衡 如果這個人沒有辦法去應付 這個失業帶來的生活的一個困難 或失業帶來整個人的一個自信心 或者是人的這個對壓力的承受度不好的話 那他很可能就會走上這一條路 可是如果在這個時候他沒辦法應付 如果有人進來保護或接住 或者真的經過有人說 打電話給我們1999 他覺得我們接電話的人對他是有一個關懷 那或許他也可以放下來 或者延返 所以這一些就是等於是說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好像一個翹翹板 這個保護因子跟危險因子 就在翹翹板的兩頭 當這個翹翹板危險因子一直加深 保護因子一直不進來的時候 這個人可能就會走上這樣的路 那尤其是原來就有身心疾病的人 其實他絕對是一個脆弱 那我們曾經有在某一年做一個相關研究 發覺有精神疾病的人 裡面有這樣的一個得患這樣的病人 大概有25%的風險 會比得癌症或是心臟血管的 這些重大傷病來講 更容易自殺的危險性來得高一些 可是這三個疾病都是比較高的 可以這麼說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大概了解了 這個自殺本身有什麼樣的一個危險因子 好 那我們就跳到 來 往下 跳到 來 再往下 好 剛剛那一張 這一張 好 修好這一張 OK 就從這一張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剛剛說的 或許就讓大家看了一下圖會比較清楚 就是說個人有一些危險因子 家庭也有 然後有一些保護因子 那平常是還好 可是如果有壓力事件來的時候 那通常壓力事件不外乎 對我們人來講發生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失落 本來擁有的不見 什麼叫失落 離婚 配偶離開 或者是配偶死亡 孩子 父母離開 這個叫失落 另外一個叫做創傷 創傷是外面加進來的 比如說像我們家暴 暴力 遭受到暴力 遭受到侮辱 遭受到羞辱 這些算是創傷 這都是比較重大的壓力 包含失落跟創傷 那這個時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不平衡 我們社會上如果有一些保護因子進來 所以希望大家都當守門人 可以擔任自殺者的一個保護因子 因為他自己本身如果個人沒有 家庭又沒有 那就很困難 好 那接下來 好 那如果一個自殺的人 他會突然之間就想要自殺嗎 其實也未必 通常是會有一些警訊的 這就是自殺的警訊 警訊的部分我們先從那種比較具體而為的部分說起 就是說他會在飲食睡眠情況會突然的改變 他跟人的態度會很外向的突然變內向 內向的突然變得很外向 為什麼內向會變外向 因為他想要死了 他覺得他還是必須鼓起勇氣來去做一些他該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會突然變得比較外向 所以你可以發覺如果這些生活習慣 或者與人的關係突然的改變 這個就是一個警訊 好 當然 不是每個人啦 當然就是牽涉你剛剛要去了解 那個人本來是不是就是比較脆弱 他過去是不是有一些身心狀況的問題 好 那接著就是一個行為的背後就是會有一些情緒 這些情緒有時候會外顯 讓你看得到 比如說他會不停地喝酒 吸毒 或攻擊 就是有一些攻擊 不管是語言攻擊 或是自己傷害自己 自己傷自己 沒有到想要致死 這個行為我們要先去注意 然後這個行為我們知道 要知道他背後的情緒 感受 大概背後就是有沒有一個低落的情緒 或者他有沒有一個很容易生氣 悲觀 自責 後悔 或自己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很沒有 對別人沒有幫忙 還造成別人的負擔 無助 無望 然後接著就是我們要去了解他的感受 所以我們在接聽電話的時候 可能我們可以從這個先介入 因為關係不夠 打電話來關係不夠 他如果已經主動說他想要死了 那還比較簡單 就不用迂迴 就是最怕的是他不主動地說 然後關係又不夠 你可能就從這個生活 那你如果覺得你切進來這裡 就可以講 你就不要去管這個 那如果切進來行為要切到情感 可能有困難 就是先停留在情感 什麼 咚咚 好 好 那其實化藥自殺之前 還是會有一些先兆 比如說寫遺書 把重要的東西送給人家 比如我跟你很好 我就覺得你以前送我那東西很寶貴 如果我哪一天過世 別人拿走了 我不如拿去還給你 然後或者有時候比較寶貴的 長輩留下的東西要給子女 然後會慢慢去準備 比如說要燒炭的 會去蒐集 木炭 然後農藥 或者有些人會蒐集比較劇毒的化學物品 這些都要注意 然後有些時候他可能在規劃 所以他可能會上網找 什麼地點 跳樓下去 比較可能可行 而且掉得下來 我坐在那邊演講 發覺什麼附近都高樓 公部門的高樓 如果公共場所 門禁不延 就是真的要注意 好 這一些研究自殺方式 這都是警訊 好 那接著就是我講完了自殺的評估 自殺的警訊 接著就是說 我們還有一個可以具體的評估 其實所謂自殺危險的評估 就是像剛剛我說的 你去找有沒有什麼危險因子 有什麼保護因子 那當然啦 我剛剛說的年紀 性別 這個只是參考 對這個個案來講 可能還是我剛剛講的比較重要 那接著就是我提供大家一個叫做 BSRS-5 心情溫度計 這個是從比較 比較那個 統計學上來看 就是年紀比較大的 自殺危險性比較高 性別 通常男生 自殺行為的發生頻率比較低 相對於女性 可是男生是 如果他用的一個自殺的方式 都是比較自民性高 所以在自殺的死亡的檔案裡面 我們可以看出來 男性的自殺死亡率是比較高的 那婚姻 未婚光寡 這個意思並不是說 每個未婚光寡就這樣 是因為他的支持系統 可能比較不夠 比較單獨 沒有職業的 比有職業的 獨居的 比沒有獨居的 所以各位 我們常比較容易去關心 會主動找你的人 可是其實那種不找你的人 才是麻煩 才是危險群 比如獨居老人在家裡 逐不出戶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一點 那我們這幾年 我們可能要特別去關注照顧 長照裡面 照顧那個失能的人 失能的老人的照顧者 因為這個在這兩年來 大概滿常發生一些自殺的行為 可能那個負擔太重 這可能也是我們要去注意 好 那有幾個部分 我們稍微要有一點概念 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我們有時候會認為 割腕 我不曉得大家覺得怎麼樣 割腕其實一般來講是不至於致命 除非他是屁啊 這樣 可是要注意 如果說這個人 你常知道他 然後你又想說 又割腕了 反正每次就是這樣 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 好像會認為說他是自殺是一種交換條件 這個我們把它叫威脅 就是說他用自隔腕或是自殺 來要換取一些博得你的同情或博得你的什麼舊患 我們這個叫做威脅 可是大家要注意 一個不停的威脅的一個人 他如果發覺邊都不再甩他了 他就沒補了 沒補的時候 說不定這一次他真的覺得絕望了 真的會玩真的 說不定這一次就不是割腕 這一次說不定就上吊了 或怎麼樣 所以呢 我們每一次有自殺行為 我們都得把它當作真的 重新評估 好 那家人或朋友的資料提供 也就是說 當然我們接1999很難從家人得到資料 可是如果各位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透過他如果他願意當然是最好 那不行的話 我們一般是覺得 家人給的資料也是非常重要 參考 長期憂鬱的突然恢復要注意 因為憂鬱的病人 常常他是 憂鬱到不吃不喝不動 懶得講 懶得動 可是他在好的時候 他突然各個都稍微在進展 可是他的那個自殺意念還沒有拋棄 可是這個時候他的活動力比較好了 所以他反而會行動 所以要注意就是 憂鬱的人在恢復期間 他如果不是整體好起來 我們還是要注意 那再來一個就是 過去有自殺行為的危險性比較高 也嚴重身體疾病 尤其是 好像被宣判說 活 對 存活時間有限 或者是說 有些人其實並沒有被宣判 可是他認為 我就得了癌了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有些癌存活率很長 也沒有那麼差 可是有些人就一聽到就覺得 噢 不行了 大概我不久人世 好 那慢性不容易治癒的也是 這個要注意 精神疾病裡面就是憂鬱久矣 物質濫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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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忘了改 就是現在心名詞叫失調症 以前叫精神分裂症 這些都是比較危險性高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比較具體的跟大家介紹心情溫度計 其實心情溫度計啊 就是五題外加一題 那這個五題的內容是我們要去了解 最近這一個禮拜 這五項他情況怎麼樣 那通常是這樣 當然我們這個大量的用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直接給人家填寫 直接填 那有時候也不一定是直接填 有時候就是 就讓大家就是可以在腦袋裡面了解來問 比如說先從睡眠問起 就是問說 你最近一個禮拜都睡得什麼樣 還是倒進去睡 還是睡一個就睡 睡一個就睡 還是早上天 晚上都睡一個 怎麼睡不著 好 這個大概是睡眠 然後會有程度 我們把它分五等級 從沒有 有 到四分 就是輕 中 中 極重 好 然後再來就是啊 會不會常常覺得很煩惱啊 而且 好像一點點小失就覺得一直要發脾氣 容易生氣 然後再來就是會不會覺得很沉悶 心情低落 煩悶 憂鬱 覺得自己比不上別人 會不會這樣感覺 老是沒有辦法像別人這樣做 把事情做得好 做得棒 然後感覺容易緊張不安 那這個就是可以每一個 在我們自己在腦筋裡面了解之後去 去可以去詢問他 那像各位如果你們1999的話 你們電話 等一下我會讓你們download 我們有APP 然後你們可以有這樣用這個東西來詢問一下 做一個快速的評估 然後有沒有自殺想法 好 那這一個我們怎麼判讀 剛剛從0分 1分 2分 3分 4分嘛 所以如果是5分以下 我們就說啊 那恭喜你啦 還不錯 可是條件是第6題 自殺應該要0分啦 好 那6到9叫做輕度 這個可能會勸他找朋友 好 找信任的人 家人或朋友 有些人是 女孩子是 碰面娃娃娃娃娃 講完就沒事了 男生呢 碰面 我們兩個一起去打個球 有個有 或者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小酌 一小杯 我不是鼓勵大家喝酒 那這樣的話也就過了 好 那10分到14分就是中度了 那中度我們是覺得應該要找諮詢 找幫忙 那15分以上 不但是要專業諮詢 還要找像我這樣的人 精神科醫師 來做處理 那很重要一點是第6題 有沒有自殺一年 這個是2分以上 好 所以現在是這樣喔 前面這5題的得分再加後面 如果不管我前面得分幾分 我只要這個是2分以上 就要接受輔導 甚至是轉介精神醫療 或不是同時喔 就算我這邊算起來只有5分 可是我這個已經2分了 就應該要接受專業的處理 好 那如果說這個15分再加這個是2分以上 或者沒有加也是要 所以這個是兩個是或者 不是兩個同時 並有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心情溫度計 這個是我們理事長 李明斌教授他自己研發出來 也有相關的性效度都是OK的 好 那現在我們這個心情溫度計有APP 已經是第二版了 升版 等一下在最後我可以讓大家去做QR Code的download 好 那接著我要講一問二印三轉介 也就是說我先讓大家了解 心情溫度計是怎樣 那心情溫度計 其實他那個內容就可以放在問裡面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機會讓人家直接填 因為你讓人家直接填 也是很唐突啊 人家說幹嘛 我又沒有什麼 你幹嘛叫我填這個 對不對 所以有些時候是比較重要 我們真的要關心別人 要做一個比較好的守門人 可能我們要把這一個是 稍微把它整理在腦袋裡面 可以拿出來問 那電話網路是很容易 你就拿個小鈔在前面來問 所以它是會融在問裡面的內容 好 那我可能會跟大家講說如何問 除了那個心情溫度計 我剛剛說過以外 其他要怎麼問 然後要怎麼印 那到底要做什麼轉介 好 好 我首先要講什麼叫守門人 守門人踢足球也有守門員嘛 對不對 這個就要守門嘛 那個我要進市府啊 你們樓下面有關卡 應該在某個地方有關卡吧 市長的辦公室外面有沒有關卡 有啦 不然隨隨便便有人 所以那個就叫守門人嘛 所以守門人是要維繫磨一種安全 好 也就是說 定期 這邊有個定義 定期固定的接觸遭受痛苦為難的個人或家庭的人 好 那你示範你自己是不是會定期接觸遭受痛苦為難的人 1999的一定的嘛 我相信打電話來都是有痛苦的啦 早茶的 早茶的 搭山的畢竟少數啦 有啦 畢竟少數啦 無聊的 好 那我們在一樓大廳去當服務的其實也 雖然不是固定某一個人 可是應該是有些人是會重複出現的 好 比如說他們要申請什麼相關的補助啦 什麼 什麼 社會福利啊 都會重複 可是至少 至少你服務的還是那一些族群 比較長的是那一些族群 可能是申請相關的福利的比較多 類似這樣 好 所以我們如果是自殺的守門人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有機會接觸 遭受 自殺意念 侵襲吧 侵襲的高危險群 或者家庭 有時候家人 有時候家人會來求助 比如他家裡有這樣的一個人 他會來求助 所以我們必須守門人要具備的是 懂得如何辨識自殺行為 對有自殺風險的 要做適當的回應跟轉介 那其實透過今天的學習 各位一定都可以成為很稱職的守門人 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這邊說誰可以當守門人 來 太多了啦 一大堆 好 反正 總而言之 就是 你只要沒有每天 每個禮拜 有固定時間跟人家接觸 或在你工作中 或在你的服務中 你的志工服務中 都有機會跟人家接觸 這個就是 那我們最希望就是說 因為自殺防治是人人有責 那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的守門人的網 可以很綿密 很大的網到小的網都很綿密 每個網都可以相連 這樣的話 就是可以把自殺防治這個工作可以寄往開來 做得很落實 很完整 好 那守門人的訓練目的是這樣 然後 好 剛剛我已經跟大家講過危險因子了 那還有 也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的自殺的干預 是什麼樣的一個干預 有哪一些大的策略 那 必須 等一下我也跟大家講 你要能夠給他提供資源協助 那是在轉介 那第一個是 了解重要性跟守門人概念 清楚徵兆 VSRS 好 我們只剩第四了 好 通常 我們把這個一問 二印 三轉介叫做CPR 就像我們身體的急救一樣 叫CPR 好 問的部分是要主動關懷 積極傾聽 印的部分就是適當回應 然後有一個陪伴的意思 大部分是給支持跟陪伴 三轉介的話 就是我們轉介給他之後 我們有機會還是要給他持續做關懷 好 好 好 問 其實是這樣子 一個自殺行為 它是從一個人的一個意念 慢慢延伸到一個行動 所以 在意念到行動中間 它其實會出現任何一個形式的線索或警訊 它可能會是口語的 行為的 或是處境的 好 那其實這個部分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時機是在意念還沒到行動 我們都有機會 發揮我們守門人的精神 去做 好 那就算它曾經發生過 可是它存活下來 被救了 存活下來 那到下一次的行動中間 它還是從意念產生才到行動 那這個都是我們可以介入的 那有一些我們必須要知道自殺的一個迷思 我們必須要導正 這個很重要 什麼叫迷思 常常我們有一個迷思 就是錯誤的想法 或是認為這樣是對的 其實是不對 就是有些 我們常常認為說 那個常常掛在嘴巴不會去做 掛在嘴巴久了就真的會去做 要不要告悲啊 覺得念念念 搞不好就是這些人就是他在思考 他在猶豫 可是念到最後他還是要有個決定 然後呢 我們不要常常認為自殺的人 你跟他講說 哎呦 你就正向思考嘛 你又想開一點嘛 他就是想不開 這一句話是沒有用的 或者認為他是自殺是引起注意 或者認為 今天比昨天 比上個禮拜 你看看起來 好像 心情好像沒那麼沉重 沒那麼低 低沉 那會不會已經沒事了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情緒沒有那麼低落 他的行動力沒有那麼低 他就會開始行動 好 再來一個 這個最麻煩的 很多人 也有很多的家屬認為說 就別說了 別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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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講 不代表他不想 對不對 那你要講 看你怎麼講 你不講則以 講得還縮死他去自殺 那當然是 不如不要講 那所謂要講 當然是說 看能不能當一個傾聽者 陪伴者 讓他可以願意 講出來他的困難 就是他 想要自殺背後的困難是什麼 這樣才有機會 我們來協助他 好 那這邊有幾個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問看完之後 我要讓大家做一下演練 來 同理的語言 常常是一個催化劑 同理的語言是催化劑 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 比如說你講了很多 我說 我想你當時一定很難過 你講很多 我感受到你在講這件事情 你沒有講難過這兩個字 可是我感覺 你在講這些內容是難過的 再來一個是 比較中性的 就是說 不要急著勸他 或急著建議他 而是說 你那時候是怎麼想 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多了解他 再來一個是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他會這樣想 那後來是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想法又變成怎樣 那 你那時候怎麼辦 因為那個已經過去了 他講可能過去的是 聽起來你這段時間過得很辛苦 這來轉個話題 這個跑來我們的剛剛心情溫度計的第一題 有沒有發覺 聽起來他可能講了很多 然後聽起來你這段時間過得很辛苦 晚上睡得好嗎 我要評估一下 就他可能講很多 那我想要評估一下 到底他現在的自殺危險性多高 胃口如何 有沒有 我剛剛說 從生活面問 精神好嗎 所謂精神好嗎 就是有沒有精神 那可能每天都沒有精 無精打采這個精神 這段時間會不會覺得 那 接下來如果有機會 就可以再問 會不會覺得活得怎麼樣 這就是剛剛那個 無助無望 會想要 這樣就直接問到自殺的想法了 好 那很重要一點 當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比如說 那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那你怎麼說 那之後發生什麼事 這個語調差太多了吧 我後面那句話好像有點 逼問 或是好像有點 想要 像法官一樣要指證什麼 那我後面那個就比較 中細一點溫和 所以呢 身體的語言 語氣 語調 還有眼神接觸都非常重要 好 這個部分是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在跟自殺者談話的一個內容 這個部分是讓大家有一個 就是我們從事要站在對方的立場 去跟他有個同感 感同 然後我們跟他有同感的時候 我們身體到底有什麼感覺 可能你跟他有個同一感覺的時候 你會體會到那身體是僵硬的 不輕鬆的 好 那你可以如臨其盡 那這樣的話 這個我們就叫同理心 就是站到對方去同感同受 去體會 然後這個時候你講出來的話 可能跟你沒有去同感同受 身立其盡 那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問也有一種間接的問法 也有直接的問法 比如說這邊幾例 間接問法是說 你最近是不是感到不快樂啊 這個意思為什麼叫間接 就是不快樂可能接著會走到結束生命 可是未必 這後面這個是不講出來的 這是心裡的OS啦 你是否曾經希望睡一覺不要再醒來 有些時候是這樣 今天早上起來好累喔 五點多 我想說再睡一些 這個不是說不起來 是想說睡不夠 可是有些人是想說 那永遠就不要起來了 他或許沒有勇氣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 就是被動的期待 自己的生命就這樣不見 或就是逃避 不要面對現實 覺得活著沒意義 沒價值 也沒有人在乎 這個是間接的 直接 其實當你跟人家對話 你大概知道什麼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問 如果你間接的問 他都不太願意跟你講 那直接的問是不可能 如果間接的問 他已經很快速的講出來 就可以 不用到第二題 就跳到這邊來 你是否有想到要自殺 會不會有想不開啊 會想尋死嗎 或者想尋求永久的解脫 好 下面這個是千萬不要這樣問 這樣問就像剛剛我說的 你說 你就整個死死就說 一樣糟糕 你該不會想要自殺嘛 該不會 這重點不是在這裡 是在前面 你該不會想要自殺 什麼意思 該不會想要自殺的意思就是 我認為不應該自殺 也就是說有我個人價值觀的判斷在這句話 所以對方呢 如果他感受到 你是認為不應該自殺 那我就告訴你 沒有啊 對啊 不應該自殺 就這樣回問 到底要 他有沒有要自殺 他不知道 我們都講應該不應該啊 應該是一回事啊 事實是另外一回事啊 不是每一個人都做得到 應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好 不要跟我說 你想自殺哦 哦 這樣意思 我跟你想自殺 是不是造成你的麻煩 你的困擾 因為你告訴我說 不要跟我說 好 這麼煩耶 不要人家說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 類似這樣 這個 我們今天如果當個守門人 就不能這樣講 這個也有個人的一個情感的一個投射在你的問話 避免增加對方的罪惡感或辯解對錯 不要太急著解決的話 唐話的內容不要太馬上給建議 你總是要花一點時間 我不曉得你們1999有沒有規定 你們一個個案可以談多久 沒有 那你們實際上一個個案會談多久 要看 平均 瑞均 最高會談多久 因為我們不會主動掛他電話 哦 那他想談多久就談多久 該不會談三四十分鐘吧 一定會有的 哦 真的 那你們可以接幾通電話 同時有幾個人在接 我們有很多同人在接啊 可是問題是我們是接到自殺之後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請旁邊的同人 或是 同時聽 沒有 他幫我們先報警 哦 OK 我們一定會同步報警 然後等到就是警方到了現場之後 如果去聽他安全就可以掛電話 哦 OK OK 我知道 好 那個是為了要keep住他 那是要keep住他 所以你必須一直跟他講 沒錯 好 那個是正在自殺者 哦 好 這個經驗很好 好 所以呢 就是 意思就是說不要急啦 還是要跟他建立某種關係 因為 人跟人之間還是有信任的關係 之後 或者他真正的感覺到你的真實關懷 那他才會願意吐露心針啊 然後才願意守出來 或者的話 可能以他過去的人生經驗 就是跟人家講這些事情 人家都不是很煩 你就不想聽 就覺得很可怕 很害怕 然後 被制約成他就不太想講 好 好 那 那這個是回應 好 回應完再一起那個 那回應其實最好的回應就是聽 那聽的話會不會讓對方覺得說 你是有在聽嗎 都沒有反應啊 可是所謂的反應不一定要語言 第一個反應 表情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有沒有專心在聽你講話 其實你知道啊 你在 你跟我面對面 電話是比較難 面對面一定看得出來 好 那個一定 一定感覺得到 那當然你專注的聽以外 所謂的傾聽就是你有認真的聽的時候 你至少如果你沒辦法回應內容 至少啊 我知道 我了解 好 類似這個 嗯哼 也可以啦 還有就是 然後再來一種是引導 然後請你多告訴我一點 這些都可以有 如果你覺得你真的是語窮 不知道講什麼 再來一個就是還是需要澄清 因為你要聽得懂 你如果覺得他這樣講好像聽不太懂 不是說 不是說去抓他的矛盾 而是說 去了解說 那我這樣聽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好像不是非常了解這樣 或者他講出一些名詞 你也不知道他講誰 或突然講 現在在講他媽媽 怎麼突然又講講什麼 好像在講另外一個人 好像不是他媽媽 感覺 那就要問說 那你現在說的這個人是指誰 那有一些可以 如果萬一你覺得你沒有什麼話這些 講到某一個程度了 你覺得你大概已經了解他的困難了 你可以說 那你是怎麼面對壓力呢 那你心裡怎麼想 而不是給建議 就是多 多再了解一下他怎麼面對困難 或者是他怎麼想 他遭遇到這個困難 還有一些就是 如果你有感受他現在的情緒 比如 我現在看起來他很生氣 在講那個十多年前的一個同事 還是氣 感覺那個語調 講話的表情 就是說 這件事情你好像非常生氣 感到生氣 這個就是把他 他沒有講到生氣這個東西 可是你可以把他 你感受到的情緒回應給他 這個對錯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是你的感覺 你現在在那邊很專心的聽他說 然後他有這個東西出來 要回應給他 好 那 其實如果 談到後來已經非常清楚 他有自殺的意圖 就是他有這個 有想要去自殺 那守門人就是開始要比較積極的 想辦法去延續他的生命 那這個時候就是 可能要比較開放的討論 不要太多問答 多讓他講 那記得 不要平斷 要接納 就是我們對他有自殺的 想要自殺行為 不要做任何的評斷 可是也不要 也就是說也不 也不贊成 也不反對啦 就是不表達 可是我們是知道說 你就是遭遇到這麼多 這麼多的痛苦 所以你會這樣 想這樣做 類似這樣 那 重要一點是說 不要讓當事人覺得被遺棄 就是說 我每一次跟人家講我自殺意圖 別人就不理我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剛會問說 接電話 也不能他在講自殺之後你就 後面就沒了 好像你已經評估完了就不理他了 這樣不好 那 重要一點是這一個 要 提供希望 好 就是說讓他覺得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讓他覺得 或者是可以再拖延生命 延續生命 不管能拖延多久 因為只要拉久 我們就有機會來 來 拯救這個生命 那 當然最後我們還是要問他 是不是願意接受協助 因為他不可能指導你 千萬千萬不要認為 你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解救一個自殺者的神秘 這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 尤其風險高的 何況他可能身上有很多危險因子 有些疾病沒有好好治療 有些喝酒的事情也沒辦法解決 所以這不是一個人 守門人可能責任沒那麼重 守門人是主要 要能夠有好的問跟印 好 那這個時候就是要了解說 他是不是有明確的自殺計畫 那他到底有沒有進一步 已經想好要用什麼工具 而且發覺他已經在 囤積他的自殺的工具 比如說像國外就是槍枝都準備好了 拿出來 那在國內就是 比如說什麼燙粉收集好了 什麼重大的化學藥品準備好了 有沒有時間表很重要 這樣我們才知道 我們到底要不要趕快快速的做轉介 有沒有時間表 好 那我想大概我們可以用十幾分鐘 因為後面資料不多 你們現在正好二 四 六 八 四 十二 有掛單 我希望你們兩個兩個一組 真的沒有辦法 應該可以吧 雙數吧 就隔壁 隔壁兩個 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跟這個女士要不要過來這一邊 然後兩個兩個 兩個兩個一組 要做什麼呢 好 那個我們做叫做同理心練習 那你們講什麼 我不會知道 沒關係 你們高興講自己的事就講自己的事 高興講你服務對象的事就講你服務對象的事 都沒關係 你是聊天也沒關係 可是要做一個功課 就是 我們現在是這樣 就是 比如說你先跟他講 一個一號 一個二號 你們自己決定 你先跟他講 你當一個回應人 其實 三分鐘就可以講很多了 差不多三分鐘 然後你來回應 然後之後換你講 你來回應 這樣就六分鐘了 對不對 然後接著 三分鐘你們兩個互相說一下感想 這樣九分鐘 十分鐘就沒了 這樣了解嗎 好 那要講之前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 我不曉得怎麼講啊 那你 老師你叫我們做同理心訓練 雖然我剛剛有稍微講 第一個 重複他的事情 重複 他講的內容如果不多 你就是重複 重複回給他 他講很多 你把它摘述 摘藥 內容 摘藥就好 這是一個技巧 如果你可以感覺他背後或有什麼附帶的感覺 你就說 你講這一些話 我感覺到什麼 問對方 看對方覺得如何 他就讓那個話可以繼續下來 這個叫 其實這個技巧叫澄清啦 就是我要知道你接收到訊息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這個當然是以講話的人為主 絕對不是以你為主 好 然後你也可以給他一個回應 比如說 我感覺到你講這些事情好像你很煩 可以情緒或你好像覺得很無力或什麼之類 這個是感受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 我說的幾個技巧 好 到這裡 好 那我們就開始喔 你們兩個兩個 可以嗎 這位先生跟這位女士還是要跟誰 可以嗎 你們怎樣 那掛檔 不然跟這一位女士 三個人你們就會沒有機會喔 啊 你們要把這個給拋棄 那個 來 我們用我們的 你幫忙他一下啦 不然他迷人好講啊 他掛單太辛苦了 好不好 練習一下 來 開始囉 我 我只控制時間喔 決定誰一 誰二 今天要用這個記起來 好 可以嗎 我來 好 三分鐘我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 Company才這一 two 當然 推大家 還是等一下 女士 坐在那個 我已經手上拿到 一下 又到另一個 來了 插 可以嗎 你跟誰? 五 五 好 欸 起貨 那你們這邊 他們也是三個 我說換才換喔 謝謝 謝謝 我幫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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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es 有往估仇在建立和建立 中年有在於清聖與建立 社會合作者的後方 在建立 期待藏在建立 在 中文中 舉行 以後 舉行 行徹去 逐宰在建立 亭 盛行 要育生地憂定 徐宰在建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彼自在每季都做的 一切都要成事 心中想 心中法 地面的幸福 我祈求 与明神的共同 亦能如今 家里还是 与明神的共同 到明神的守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來我們三分鐘了交換一下 交換另外一個人講另外一個人回應 可以嗎 好 你們就一個人講一個人聽就好了 你們已經少了三分鐘 我們的家瑞飛口 我們的家瑞飛口 我們要來進行的 一切我們來進行的 我們的家瑞飛口 鄭友軍 青島 市府 鄭友軍 鄭友軍 你今天很難 為甚麼想法 我看到你也有這樣的 沒數點 就像我為主要記載子氣 雖然等級到記載子 也不讓常常 其實在一堆 這是故意的 我跟我們一堆 也不讓我們去 你怎麼說 我不是在 我跟我們一堆 那些事情 是甚麼事情 我們現在 這個時代 我跟我們一堆 我跟我們一堆 那些事情 就是你一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你们两位用三分钟把刚刚的过程有什么 因为你都回应他 其实听到对方的回应 彼此有什么感想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刚刚的那个过程 我可能会请你们等一下稍微讲一下 就是确认一下这样子讲跟平常聊天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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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一组好 你们两个讲得很高兴 一直都在讲 要不要分享一下可以分享的 有没有分享一下就是说这样的讲话方式你们平常就会这样讲吗 如果不是的话那今天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你们本来平常可能都有在聊天吗 没有没有喔 你们平常不认识吗 认识啦没有聊天 是的 认识不同观讪了喔afar方会认识没认识不同认识不同乐 哦所以没机会了所以今天也算第一次聊对好不好有没有要分享一下 一句話兩句話也好沒關係 因為也沒辦法讓你們講那麼多 有嗎?這組有沒有什麼要分享一下? 沒有?後面這一組 你的角色是傾聽? 你沒有講過?因為來不及換時間太短了 都會這樣不要緊 所以你剛剛只有當傾聽者 你有沒有回應? 有啊 好 那你等於都還沒溝通 你覺得?你感覺怎麼樣? 很好啊 很好?你們平常聊天會這樣聊嗎? 會啊 也會 跟平常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啊 沒有不一樣 沒有不一樣 所以我給你們建議的技巧你們沒有用上 用不太上 後面這一組有沒有什麼分享? 是我們這次買了嗎? 還有沒有 有什麼可以做加強化的技巧嗎? 跟大家說一下 有加強強化的技巧嗎? 對啊 我們當中的東西說 我們是盡量套你所教的 喔真的?啊好套嗎? 真的 好套嗎? 用起來如何? 用起來如何? 還好吧 還好 可以? 還可以 有什麼效果嗎? 有啊 有效果 譬如說他談到說 談到某件事 他談到某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覺得大家互動冷漠的時候 那我聽的感覺我就覺得說 他對這樣子是有一點假的 有一點不太喜歡這樣的心 不喜歡 然後你有回應? 然後我回應他說 其實要找共同的話題 喔 OK OK 好 所以那個感覺氣氛很冷漠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 也不是很不舒服 就有一種不太輕鬆的感覺 是不是? 好來 這邊有沒有什麼分享? 其實有像老師的課之後 如果以後跟人家對話的話 就比較知道那個技巧在哪裡 而且也比較說 我們互相就要互動 要有那個同理心 如果有同理心的話 聊天聊起來就會比較好 妳是畫物人員嗎? 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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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這三位姑娘是畫物人員 對不對? 來 要不怎麼分享一下? 遲到分享 妳處罰他 有沒有什麼? 簡單分享一下 我不曉得你們三個怎麼操作 他講不出來是不是? 沒有沒有 因為你們有社會經驗 他們比較年輕 他們比較沒有社會 對 那是另外 其實我剛剛叫你們練習 也不一定要練習自殺 就是一般 有嗎? 應該要多釋放民眾給我們的壓力 因為其實我們會接受到很多民眾帶來的負責 你們剛剛在談的就是這件事 對 對 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就是 就是你們要承擔 你們要承擔那個民眾的壓力 你們的長官要承擔你們的壓力 好 你問他 不會有承擔他們的壓力 對 本來就是這樣子 因為人不是萬能的嘛 你在這邊面對壓力 你後面一定要承擔你壓力的 那長官不承擔你們互相 自助 你們也可以互相 因為長官有時候也很難找 有 我們長官會承擔的 我們都有小組長 就是心情很強 可以跟他聊一聊 那還不錯 所以 剛剛練習有沒有什麼幫忙 剛剛練習有沒有什麼幫忙 疏解壓力 好 那其他有沒有要分享的 有嗎? 這位先生有沒有什麼要分享的 因為你在那邊變少數民族 所以要尊重一下你 有嗎? 是來學習 來學習 來學習也可以分享 好 不要 不要造成你的壓力 好 那我們繼續把最後的一個部分要講完 好 來 欸 頭昏了 這個 我們剛剛只講到一問二印 然後我 因為你一問的過程要用那個BSRS 可以拿來做參考 拿來用 尤其我們化物人員 可你們可以再練習一下那個BSRS 怎麼交錯在你接電話的內容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就是印的時候 就是比較是用同理心的方式去印 好 那三呢? 還有一個三非常重要 三我要講很重要 就是對我們化物人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你該轉介你就要轉介 不然的話你的壓力是 永無止盡的壓力啦 好 也就是說 假如這個人你後來發覺他的自殺危險性很高 像我們剛剛說的 該轉給專業人員 比如諮商 或者是醫院 該轉介 可是他電話一直不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接下來就是 你的重點就是要去了解他為什麼不去 的困難在哪裡 幫他解決他不願意去的困難 這樣的話才不會一直變成你的壓力 那我們常常開一個玩笑 說轉介別人分擔壓力這樣子 那意思不是說他 他轉介去了他打電話給你 你也不是相應不理 可是至少他的這個自殺的風險 變成有兩個人在承擔 你的壓力會比較小 沒有錯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非常強調就是說 那個守門人跟你接觸的這一個 如果他是自殺我們就認為是個案了嘛 然後你要跟這個諮商輔導的機構 還有醫療院說要有一個 第一個你當然是要有一個了解 這個資源網絡你要了解 第二個就是說你要在提出來轉介的時候 當然就是我剛剛在印的時候 要到一個說他有沒有希望協助 那今天他打電話給你 他希望你協助他什麼 他打電話給你他是主動的嘛 所以他勢必就是他有期待你協助他什麼 那你必須讓他了解是說 他如果說沒有啊我就想打給你 我的困難你跟我聽一聽就好 可是你覺得說你必須要讓他回頭來 讓他了解說我當然可以聽 可是可能我聽你的你的問題 要把你的困難解決是不夠的 這個時候就是要拉出一個轉介的那個線給他 那 那如果他沒有辦法可能可能他轉介有什麼困難 他自己遭遇什麼困難 比如他說啊我的問題加油啊 加油啊他就亂亂呆呆呆我不會解 有可能 那你這個時候你就是要 你就是變成你要了解吃藥的反應 到底會不會是亂亂呆呆呆 會的話要怎麼解決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學問 要去了解 再來一個就是說他可能覺得說他沒有錢看病啊 或沒錢去找諮商心理啊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現在衛生局有沒有免會提供諮詢的 有嘛張老師嘛 有嘛 所以你知道你有這個資源你就可以突破這個資源 那個是不需要錢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他可能覺得他有那麼嚴重嗎 那你就必須要再跟他澄清 所以就是說針對轉介的困難 後面的接聽電話後面的處理就是要重點要在這裡 而不要把自己現在那個轉介不出去 結果一直是自己的責任壓力 其實這個後面已經不是自己的專業可以解決了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 安全跟尊重是轉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你要對這一些你轉介給他建議的地方 你覺得那地方對這個個案是安全的 而且是有尊重到他的 就像我們幫忙他這麼尊重他 沒有說去對污蔑他自殺的行為或怎麼樣 那不要轉介去的人就劈頭就說 你幹嘛這麼弱呢 動不動就想死想逃避問題這樣就不好 那這個就是靠你們對轉介單位的了解 所以必須是一個安全尊重 而且必須一再的跟他說明 這些單位會給他什麼幫忙 對他有什麼好處 這個單位跟你本身有什麼不一樣 他會比你更有能力去解決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說明 而且再保證是可以得到幫忙 然後再推薦 好 那其實是這樣啦 就醫是一個麻煩 因為我們新北其實醫院非常多 那也不是代表說有情緒的問題人 他都真的就診在精神醫療不見得啦 其實在綜合醫院非常多 那這個時候就是說 可能我們可以先去了解他有沒有就醫過 他就醫的單位是什麼地方 然後他跟就醫者的關係如何 他滿不滿意 如果說他就醫的是一般科 那這個時候或許我們他又不太滿意 那這個時候我們是或許是一個機會 幫他介紹比較專業的精神醫療 那如果他就醫的是滿意的話 那我們就要勸他 要把他今天跟我們講的自殺 你覺得自殺有危險 還有你幫他大概做評估的一個情況 請他帶回去給那個醫生了解 因為有可能他在跟那個醫生接觸的時候 是一般科醫師他也不講情緒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是很重要 好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全台灣的轉介的一個網絡 我這邊說的是全台灣 所以就沒有到各縣市 我相信各縣市有各縣市的一個網絡 那比如說他是涵蓋到 除了醫療、心理諮詢 還有我剛剛說的關懷訪市以外 其實有教育單位 有學校的部分 有就業的 有債務協商的 有給經濟福利的 這些其實在中央有跨部會的單位 都在協助是網絡的夥伴 那在地方我們新北更有跨局處的單位可以也協助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邊是1999嘛 所以可能就不需要再去先導那個專線了 可能就不需要 可是如果各位在服務台 其實各位就可以轉介他們 除了1999以外 如果他不是居住在新北的話 或許還有別的 我們也有全國的免復會的專線 這邊有 這裡 奇怪 這裡 安心專線 別的縣市 生命縣各處都有 張老師也有 這個也可以用 那我們新北當然是用我們這個 不過我覺得我們新北的這個專線 應該比較是民眾服務專線 應該他不是屬於自殺 防治的關懷或心理關懷專線 應該不是 可是這樣你沒有辦法避免民眾不用他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你真的碰到比較有這些困難的 其實你也可以同時 跟他說他可以利用這一些 比較專業的專線 這也是可以 可是同時我們也不能拒絕他不用我們的1999 1999啦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是 市長不是常常這樣講 你有什麼問題就打1999就好了 台北跟新北都是這樣宣導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有的網絡 其實是非常的綿密 在跨部會在跨局數都非常綿密 我相信新北也有就業輔導 因為我以前在新北工作沒有問題 社會 債務協商這個應該都會有 那為什麼我特別提這個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在了解民眾 在發生自殺的時候 背後有些問題就是醫療的問題 病嘛 藥酒飲這個都可以就醫 現在藥酒飲都是可以就醫的 然後債務 經濟不好沒有工作等等 或者沒有救助這樣 好 來 那我最後還是要強調就是 自殺防治是需要不只是 自殺者 還有就是家屬 還有照護 平常我們 因為這些病人 這些人 當中有一定比例是有疾病慢性病的 還有我們社會大眾 那我們都希望說自殺防治人人有責 那往往相連就是從中央到地方 從專業到志工整個 半專業非專業志工都是在裡面 然後今年我們 世界的自殺防治日的時候 我們是宣導說 這同心協力防自殺 所以我們會希望 每一個大大小小的網 都裡面的每個人可以同心協力 一起來防止我們台灣的民眾 自殺允許我們新北市 其實我們新北市人多啦 所以自殺的人數是 一定不會少的啦 快四百萬了嘛 對不對 你算一算十萬人口多少 然後通報又有多少 就知道了 好 那最後這一個是QR Code 你們如果有 可以把它掃描下來 然後你的手機上面就有 心情溫度計這個版本 你可以有機會幫你的 不是你只有在服務台服務 你至少你的認識的人 如果他們真的有困難 你就可以當守門人 好我們是希望是這樣 不是不是只有在工作當中服務 在你自己生活環境接觸的人 不管他是朋友他是親戚或什麼 就可以有守門人的一個 有沒有 摳到了嗎 應該摳得到吧 好 那你自己也可以 偶爾就這麼看 測試一下自己心情是幾度 我開玩笑說二十度就是二十分 好 那我想我講到這邊 可以留一點時間 看一下那個化物人員這邊比較 或許比較有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老師我請問一下 好 來 精神個案他們吃的那個藥 常常我們會聽到這一句 我越吃越猛 對 我說 我說一下 那個 因為我當精神科醫師是 到去年當了四十年退休啦 所以很久 那所以四十年當中 其實在一九八零左右吧 一九八零 不對 不對 我講錯了 今年是兩千年 差不多 差不多二十年前 我在四十年當中 前面二十年跟後面二十年 其實後面二十年有一個 叫做第二代的抗精神病藥物 跟第一代 第一代的抗精神病藥物 它的缺點就是說 吃藥下去一個人 就像假期人 僵硬 就像那八精神 可是第二代完全沒有 第二代的人吃了藥 其實你不知道的人 你看不出來他有吃藥 他完全沒有八精神 很少數的體質比較特殊的有 可是大部分百分之 九十九點九的人都沒有 都沒有這樣的副作用 可是當然 藥就是這樣 藥有一好沒兩好 主要是說我的幫忙 對這個病人的病情的幫忙 勝過副作用就可以用了 那所以第二代他的副作用是什麼 是肥怕 就是有點像糖尿這樣 就是代謝症候群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有 就跟原來那一代的 雖然會巴金森 是說比例高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可能 我們要勸說一個人 如果對各位來講 你們不是專業嘛 你們可能是說 其實你可以跟他講說 比如說你如果覺得有可以信任的人 你就說 我覺得你要不要考慮 去詢問一下醫師 因為好像你的了解 就是現在的藥 好像不會吃了傻傻笨笨的 我以前還有家屬啊 不認為他有精神 失覺失調症 然後吃了藥之後說是藥物造成他失覺失調症 真的我也沒辦法 還被他告了老半天 說不存錢 那有些人是沒有辦法 他就是很固執他的想法 然後我必須讓各位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全世界都有反藥物 不只是反精神科藥物 反各種藥物的團體 這個團體其實大概20年前 我們去參加國際會議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在那邊示威抗議了 這幾年 大概這10年吧 他們已經進來台灣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時候 都要跟他們對話 他們是他們說喜歡自然的 可是他們也不是沒給藥 他們說給保健藥品 他認為那不是藥 他們也是在賣那些 所以我是覺得其實這個又是新的一時代 雖然我們的第二代精神病的藥物非常的好 效果也很好 副作用也不多 也不會讓人家吃了藥覺得很難看很沒面子 可是我們卻要面對 反對藥物的人 所以這個就是新的挑戰 那因為你不是專業人 你只好說你有一次聽一個醫生演講的時候 他這樣講 對不對 所以那再來一個是所有的醫院都可以接諮詢電話 你不用一下子跑去醫院 你可以打電話詢問一下 醫院的門診的護理人員 藥劑科的 醫院都有藥師嗎 他們都可以諮詢 可以直接問 因為我覺得 與其你堂堂圖圖的轉接他去醫院 結果他去了以後拿的藥不滿意又怎麼樣 不如他可以先諮詢他心安了他就願意去 這個都是可以用的 比如說我們化物人員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請他打給我們 我們的市立醫院他有諮詢專線 可以先請教一下 不然他說你講的也不知道對不對 你整個說我有一次聽醫生 或者我曾經聽某個精神科醫師這樣講 那如果你覺得不放心 你可以打那個諮詢電話諮詢一下 我相信你們打進來精神病人應該不少 所有的專線 包含我們剛剛說的那個自殺防專線 裡面也是很多 張老師那個也是很多 因為他們有時候在 因為精神病人也不是不好 就是他們有時候病情不穩的時候 他很容易焦慮 不見得是病發 他會對一些事情 因為他比較脆弱 他對壓力的承受度不好 所以他碰到事情很容易緊張沒有自信 所以他就是如果他沒有家人沒有信任的人 或是那些人已經不太想聽他講了 可能有時候聽久了 他就很容易用諮詢專線去請教 而且不用面對面其實壓力那種壓力會比較小 講話會比較順 大家大概應該知道 所以現在網路諮詢也是這樣 其實是蠻多人喜歡用 因為不用面對面那種社交的那種焦慮就比較少 所以我相信那個諮詢電話 還有網路的東西是應該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因為你網路有時候用打的 你打的時候你就會稍微整理 比較不會講話 頂三倒四這樣 講話電話還是另外一個 我不曉得啦 可能有人還是習慣用電話 可是現在看起來就是 很多人都希望透過網路去瞭解一些事情 好 那有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我一向是喜歡準時上下的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到這邊 好 謝謝老師 不會不會 謝謝 好